交道事件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起都市传说 源自于日本的知名论坛2CH 在2001年的时候 有一名网友在2CH发文问说 你们还记得那件事吗 虽然我想很多人不知道 但只要在2CH待得够久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我就是看了交道串后 开始沉迷2CH的人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看见那个时的震惊感 莫想到这串贴文底下的留言 开始诡异了起来 有人回复这件事情 在这里说不方便 也有人请楼主 不要引起大家的恐慌 赶快删文 甚至有人回复 这是禁忌 不能在这边讨论 政府到现在还莫解释 网路上的消息都被删除了 之类的留言 当然也开始引起很多不知情的乡民讨论 想知道交道事件到底是什么事件 整个讨论串开始悬疑了起来 那么交道事件究竟是什么事件呢 目前有两个版本最广位流传 第一个是有五个来自2CH的人一起 相约到交道探险 结果五人却不幸失踪 警方在岛上搜走了好几天 都没有找到失踪者 直到有一天 四名失踪者的遗体被发现 但还有一名尚未被寻获 隔天2CH出现了贴文写助 在交道 警方看到消息后立刻前往交道 而真的找到了最后那名失踪者的遗体 遗体身上还有被大量牙齿咬过的痕迹 因为涉及到人吃人的事件 而被禁止讨论 第二个版本是有一名叫做交道的网友 在网络上散播一名智障少女被尖杀的影片 网友们看不过此行为 于是相约了20名网友要杀掉这名交道的网友 最后在车站前真的杀了这名网友 并且还拍下了写之16画像的照片 但是他们杀掉的并非是真正的交道 而真正的交道决定要替这位替死鬼报仇 真正的交道处决了其中的两名网友杀起警猴 因为内容实在太过血腥 所以也被禁止讨论 当然这两个版本都缺少了实质的证据 也太充满想象 那真正的交道事件到底是什么呢 真正的交道事件就是没有事件 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网友开的玩笑而已 最初发文的网友在事后表示 自己开了好几个分身账号在底下留言 留一些似有似无的留言 引起大家的注意跟好奇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跟着起哄 造成了这起口耳相传的都市传说 但事实上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 底下也有人表示 这可能是一个阴谋论 真的有交道事件的发生 但是发文者被迫用这种方式 打消大家的好奇 无论如何 最后都是一场玩笑作为结尾 就连NHK都在2018年时发推特表示 尽管备受期待 但即使是平成网络时 也不可能在无线电视频道播报交道事件 还请各位见谅 当然NHK只是想玩这个迷音梗 底下也有很多有趣的网友回复讨论 那么教导事件真的不存在吗 还是其实真的存在这起悬疑血腥事件 只是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让这起事件的资料都消失了 还是我们的记忆都被篡改了呢 事实上当初真的有五名失踪者 事实上当初真的有一名叫做教导的网友 做出害人的事情 只是我们的记忆被消除了 这些我们已经都无从得知了 照顾的本科学生的现象 西村大学生的偶像 来到我们的女性的转发